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声音业 声音教室 我是古宇 好的 从今天开始 古宇给大家来做一个Capt1的系列课 好 之前古宇给大家教过一些Netrom的一些系列课 今天教的Capt1跟Netrom有点像 都是一个图片管理系统 非常强大的一个软件 好的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Capt1 Capt1是菲斯公司做的一款图片管理系统 它相对于比Netrom更强大一些 因为它处理的图片会更大一些 而且它支持的相机还有各种肉格式会更多一些 处理系统会很快 包括它的细节还有色彩还原度都非常高 它跟Netrom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是它的功能相对会更强大一些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软件正版它的售价是2048元 所以说把一些普通的用户给隔离开来 现在已经升级到Capt1第11个版本 然后支持了市面上最新的一些相机的一些肉格式 就相比之下 我觉得Capt1色彩会更干净更浓郁 而且图片的细节和层次保留的都会特别好 Capt1有几个版本 它有一个Capt1 Pro 有一个Capt1Db 还有一个索尼版本 Db是什么 Db就是数码后备 就是主要用于飞丝相机啊 妈咪啊这些提供了一些直接联机拍摄的一个功能 然后Capt1 Pro就是大家经常购买的一种 现在出了一个非常方便 价格非常实惠的一个 就是每天一块钱一年是365元 然后它支持一个图片管理和一个联机拍摄的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索尼专用 索尼专用就是你比如说买了一个索尼的Alpha7R2 一些微单或者单反 它就会附送一套索尼的专用码给你用 因为古语以前获得了一个索尼青年摄影 容易称号 然后送了一套索尼的单反相机 然后它就提供了一套索尼的专业版 好的了解完Capt1 我们也简单了解一下它的界面 好的一直在说它很强大 这时候我们打开它的一个界面 它有一个功能区 还有一个功能条 上面有一些快捷键的快捷条 然后这边是预览区 这边是图片展示区 可以看到它的界面跟Netroom是相反的 Netroom的图片调整功能都在最右边 可能刚开始使用这个软件 这边会不习惯 但是你会发现它这样的拍板也是非常合理的 好的 今天我们主要了解一下这个软件 和它的一个功能区的介绍 好功能区 你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图库 然后它还有一个相机 包括一个镜头校正 直方图 曝光的调整 导航器 白平衡等等 一些功能都在菜单栏里面 可能初次使用对它的一些界面 需要熟悉一下 就是比如说曝光在什么位置 色纹在什么位置 包括它的曲线 HSL在哪 然后同时你可以按住out键 它的所有的快捷图标 都是可以重新定制它的位置 然后根据你的习惯来进行调整 然后同时可以点击右键 添加相应的一些工具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功能 然后添加工具 删除工具 调出你喜欢的一个操作界面 同时可以添加工具条 也可以移除工具条 里面更详细的功能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一一来介绍 好了我们来到图片浏览区 图片浏览区可以单图浏览 也可以多图浏览 比如说我们选择了三张图 可以看到可以三张图进行对比浏览 四张图也可以四张图对比浏览 同时它下面会显示相机的一些数值 比如说ISO快门速度 它的照片名称 你也可以单张浏览点击单张 好在图片的最下方 我们可以对图像进行一个标色 标红色橙色等等一些颜色 进行分组 也可以标星一星二星 同时你可以滑动鼠标 同时你可以滑动鼠标滚轮 进行放大缩小 你也可以点击这里进行放大缩小 好的我们来到图片展示栏看一下 这是我刚才导入了一个学生的作品 拍摄的烟雾 这是过于提供的一个烟雾套装 然后这里有个眼睛 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排序方法 这有缩略图排列 也有列表排列 在列表排列里面可以看到 它是标红星了 还是标橙色了 还是标绿色了 很好的可以进行分组 然后同时可以看有标一星的 还是标的两星 还是标的三星 好的同时可以按这个图标 我们可以进行排列 比如说按星级排列 还有可以从上到下的排序 也可以从下到上的一个排序 也可以按名称日期 各种各样的排列顺序 因为我们经常拍摄会 现在越来越多 不像胶片时代 数码时代拍摄可能 拍摄随便一下就是几百张几千张 需要我们需要强大的一个图片管理系统 给我们进行分类和调整 而且同时你可以搜索照片的名称 更方便的去找到它 好的同时你也可以在功能区下面 也可以进行一个图片的一个分组 比如说我们刚才标了一星 标了两张 二星的标了四张 可以点击看一下 它就会把这四张图帮你选择出来 包括两星的 我们选择 它就会把两星的标准出来 比如说要找出红色 我们点击红色 只要我们标一个红色的 它全部都会帮你提取出来 这种方便快捷的一个选择方式 会特别便捷 就比如说你在很多几百张照片导入以后 你想选择你喜欢的 可以都标上一 然后觉得想删除的 就标上红色 这是一个我们选择的一个习惯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习惯来进行调整 我们在后面讲联机拍摄的课程的时候 我会详细讲到怎么去分辨这些色标和一些评级 好了 COP1今天第一课就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